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就是小人物 可很多大事件都出自小人物之手 拒接上集 我觉得是生狗抓了猛仔 可等我们成功逮到生狗 却没能找到猛仔 我意识到这是个阴谋 因为炮王带人到了仓库 我知道了生狗在故意引战 他想让老肖跟炮王火拼 便能从中寻找机会除掉炮王 最终上位 那猛仔一定在他手里 只是我们中计了 来我的地盘翻东西 老肖你这是想黑我的货 生狗短短几句话 让炮王变得极其愤怒 摆开架势就要开干 可老肖也不是吃素的 小炮你少在这给我当彼此上面 若非当年我收留你 你早恶嘎接头了 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 天天就会说那些陈年旧事 一点都不思进取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我如今的视力不比你小 忘恩负义的东西 要不是我带了你几个月 你哪来的人脉 就你那点破烂人脉 我一个都没用上 两人翻起旧账潮得很凶 把君子动口 不动手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吵就是两小时 不知道他们累不累 反正我是听累了 便小声提醒道 小爷我们是来找人的 今天局势对我们不利 先撤吧 小炮把猛仔交出来 否则今天那是没完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那是你的人 来找我要个什么劲 没有 傻横是吧 别以为我怕你 老肖我看你就是故意找事 来到我的仓库翻我的货 还让我教你的人 当真以为我好欺负 炮爷我们嘎了一个熊链 你要为他做主啊 生狗节奏一待 我看到炮王脸色都变了 意识到要出事 一旦嘎了人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只见炮王双眼通红 我让那小子带的话 看来你们没听进去 嘎我的人 那下一个是不是要嘎我 冷静点这是个误会 我们真是来找人的 弱大见识跟你有关系 你也得嘎 行我听懂了 反正就是不给我活络 散开把门堵起来 给我上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两个大佬一声令下 双方的人迟现冲上前 打坐一团 他们没用枪 是担心把事情闹大 毕竟双方的人太多了 我的事就轻松的多 拖着生狗到了仓库隐蔽处 却见他嘴角闪过的奸诈笑容 你笑什么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十三哥我没笑啊 肯定是你看花眼了 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那么多小动作 我也只能怒喝几句发泄 心中不满 虽说我看破了生狗的局 但还没找到猛仔 就不能全部坦白出来 免得打草惊蛇 飞哥在这时跑到我身旁 两个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开赶 真拿他们没办法 飞哥没伤到哪吧 没有论滑水的本事 你飞哥我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飞哥厉害 可他们打成这个样子 该怎么收场 这个不用你操心 一旦事情闹大了 险兵自然会出现 到时候人家一句话便能结束争斗 飞哥说得在里 那我们藏好了 出去太危险 就在这时生狗 去说起风凉话 还以为飞哥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搞半天是个胆小鬼 今天算长见识了 飞哥他求你 小子你今天很不走运 还敢嘲笑我 正好现在闲着没事干 十三弄他 我早看他压得不顺眼 上次要不是他找去餐馆 倩姐就不会那么快找我谈话 搞得现在挺麻烦 为你们别乱来 算我说错话还不行吗 我越想越气 随后跟飞哥把生狗揍了 他们在外面打 我们在里面打 可他们交火的动静太大 很快引来了刀队长 都给我助手 听说 把家伙都给我收起来 这不就收场了 带上人跟我出去 来得真是其实人 我还以为会打很久 随着刀队长到来 双方都停了手 我来到外面 看见刀队长 礼貌性地打起招 刀队长好 原来是你小子 怎么哪都有你 我路过 进给我扯犊子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把事情到这么大 不知道这样我会很难做吗 必须给我个交代 他绑了我的人 他翻我的仓库 两人差点又吵起来 刀队长脑目摇头 但考虑到两人身份 也只得带他们到一旁调解 飞哥则走到我身旁 十三你猜刀队长 会怎么处理此事 飞哥又考我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毕竟我没达到他的层次 看着把各答五十大板 然后警告他们不要搞事 刀队长是代表那个人没错 但也不会逼得太紧 因为他们想多输点马内 还得靠老肖他们 说到底还是利益 听到飞哥的点播 我也能想通 就是刀队长知道 这些人喜欢搞事 但不会清楚 大多数情况下 只会教育一番 过了片刻刀队长一人下车 宣布处罚结果 炮王和老肖带人 当着刀队长的面 自然是不可能绑个人带走 而当我离开时 生狗不忘对我喊话 如今双方彻底闹翻 我也不再给他面子 往后再相见 双方肯定不会再留守 可萌仔一直没能找到 我还是挺担心他的安危 之后我跟飞哥去车离开 我快速转了一圈 又回到仓库附近 而生狗他们还没离开 飞哥瞄懂我的意思 怎么还想跟踪生狗 你就这么确定 萌仔是他绑的 绑萌仔只可能有两个人 一是炮王 二是生狗 从刚才的情况看 绑人的不是炮王 那就只能是生狗 萌仔肯定不在仓库内 这就是个陷阱 不对萌仔就在仓库内 或者说现在不在 但等一下一定会运过来 别看大门上贴了封条 这种破仓库侧门多的是 等一下黑马 刚才那么多人 都没能在仓库内 找到萌仔 肯定不会再来此处寻找 看走眼了 我之前收集到信息 说生狗是炮王的头码 但也是最大受气宝 没想到他这么鬼 生狗要离开了 生狗驱车离开 我则开车跟上去 在经历过一系列事情后 各方面技能还是学了一些 早已不是出到西党的菜鸟 就这么一路跟着 最后来到炮王所属的小码头 我把汽车停在路边 身上伤得不轻也不去医院 反而来了码头 不会是要搞事情吧 有可能这孙子不是个老师的主 那他现在能搞什么事 老肖 是老肖的地盘 卧槽 老肖猛仔都不在 那边群龙无首 一旦闹起来老肖那边肯定吃亏 等老肖出来必然疯狂报复 生狗想进一步计划矛盾 让炮王和老肖不死不休 他奶奶个螺圈腿 居然被个后生算计到 十三这边只能交给你了 我要想办法跟老肖取得联系 去坐镇他的产业 否则老肖一晚 我们以后只能带园区 去吧飞哥 这边我一个人能行 飞哥戴上口罩下车 匆匆离开 不过说来挺可笑的 我们处心积虑想对付炮王 结果被生狗借了东风 这就是布局 走错一步就会很被动 而在这个结果眼上 叔叔给我打来电话 十三哥你还不回来吗 我给你买了饭菜 已经带回宿舍了 你乖乖等着我 我办完事就回来 挂了 我也没法说太多 好在叔叔理解我 从来不会因为小事跟我闹心 数分钟后 码头上情况有了变化 生狗召集起一大群人